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时候 其实小时候天真无邪 你像剛才路後的時候 你做鹽水 本機鐵就去烤魚 還在我們家的旁邊 有一個人的魚在 他彎開的時候 魚都會跑出來 跑出來就去鐵馬 大家不管你說路後什麼 但是大人會打 我小時候就 也是住這種竹片的方式 我記得有時候颱風天 颱風天晚上睡覺睡覺 突然就 一塊東西就掉下來 我爸就會用塑膠的 那個飼料袋就去 把它盯上去 也沒有那種工藝可以去補 各位好 歡迎收看大愛惠客室 菜頭梗的滋味 今天節目當中 邀請到兩位來賓 首先那是我們的本尊 洪玉良師兄 師兄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是我們這一齣的編劇 我們歡迎吳洪志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每天我要介紹 這個劇名菜頭梗的滋味的時候 都會很自然而然的去拉回去 你們跟我們介紹的 就是一份單純的滋味 然後一個很懷舊的感覺 所以都會很希望他跟我說一些小漢的時候的故事 聽起來是真心 所以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可能有一些 就一樣會很有感觸 有很多的畫面呈現出來 我們這個洪志編劇 在這個時候接手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初次聽來的時候都津津有味想要刮掘更多 對啊 因為跟 我雖然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可是其實年紀比洪志 兄還小 連差不多 他小時候生活年代跟我差不多 大概那種生活經驗都差不多 蠻類似的 所以應該是說他這樣輕輕地點一下 你大概都能夠想像出那個模式對不對 對 有一部分也有自己的生活經驗 了解 然後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會想說 你過去那些生活的環境算是不錯 你從小時候有印象家裡就有電視嗎 小時候因為那時候 剛好的時候就有一台哥倫比亞 我最想的印象似乎是哥倫比亞 那些門是用桌子你知道嗎 茶門用桌子 有那個 黑白 現在我們家裡有台電視的時候 如果在切錄在看的時候 電視時間 那時候是透過那個 那個 它是屬於無限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 它有時間性的 我們像現在說做幾天都有這麼忙 有開播跟縮播的時間 對 你只要開播的時候 對 你如果開播的時候 好 出品隔壁 大家就來 還有我們以前已經在家庭 鎮到家庭 鎮到家庭有那種鐵欄杆 有人就站在鐵欄杆 那邊是鐵欄杆 他就要看電視了 因為人家住了 有的就拿醫療 站到表面這樣 踹滾滾這樣看 所以算是說在那個地方 你們家裡有電視嗎 有電視 不錯啦 我覺得這樣 我還不覺得說沒療 因為算是有那種 最記得的 我剛才算是書院門 不准用的補帶 那種是有夠力氣的 真的 都是看完這裡的那個上課 但是喔 你來聽師兄這樣子形容小時候 算是家裡有電視喔 這個過得算是不錯了 可是師兄也有告訴我們喔 其實從小時候 阿嬤 媽媽 爸爸在教教也是說要欠 對不對 要秀物 對嗎 你還跟我說你出門的時候 鞋子要派在阿嬤坤上嗎 因為我說 最少是我們不敢想鞋子搶派去 對 因為孩子的時候比較懶惰 你知道嗎 都覺得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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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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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國搶的鞋子很有牌 很有名的 還會離開白色的你怕過鞋子 你覺得說 我印象最親 以前過年的時候對不對 阿嬤要拜天宗 但是我們現在 臉上不是怕二九妹了 我們把鞋子搶在臉上去睡 現在聽到阿嬤站在 開口口的時候就在臉上 撞下來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孩子都撞 在拜天宗的時候都撞來盜用 就感覺那種 反正就是快樂的感覺 很好玩 當然這個是我們師兄他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在回味起來很多都是快樂的 但是人的成長之後 開始就會面對一些生離死別的狀況了 其實從小偶非常疼愛他 也對他教育有方的這個媽媽 當然也是要面臨到生病凋零的時刻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等一下 來 靜靜 然後 玩一玩 玩一玩以後 手慢慢伸進去 把她的手拉套來 慢慢 捏著她的手 握著她的手 然後看他們倆握著以後 你再講話 趕快樂 好 等一下 等一等 你如果有什麼要求 什麼愛 你做了你跟浩子說 不用怕 我不敢 我來去浩子說 那时候妈妈因为身体已经生病得很严重 爸爸就是去看她 爸爸看她的时候就跟妈妈讲了一些 就感觉说对妈妈一生的亏欠 好像说没有好好地照顾她 而且又把她放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妈妈要承担一个长媳妇的一些工作 看到妈妈的那个状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爸爸真的是有感而化 我们当初心的这些世间 都是有应该爱玩生的事情 我一定就是会来好谈的意义 现在我还在一起问生母战 你是我们的行为吗 这么多年一个任劳任怨的一个女人 跟着她在旁边 虽然老公不在旁边 可是她一心一意来照顾她妈妈 这个孝心 然后条哥就是因为这一点 然后引起对那个大老婆的尊敬 他自从年轻嫁给她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开口要求过一件事情 条哥在心里面就是说很愧疚 然后就在那重庆就告诉她说 你现在有什么心愿 我希望你告诉她 十余人他在六八岁的时候 比较害怕的人看到 所以看爸爸在那里面 看妈妈我走出来之后 他就变成头很滴滴的 手就拿手滚了 就阿妹这样 就是频频在插泪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诉说的那一段 你是亲眼看到爸爸掉了泪 因为以前爸爸跟妈妈 他们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少 而且爸爸外面有女人 妈妈也走出来不去 不像一般的女人 说会去咬嚓会去闹闹 她都不会 她都是这样默默地接受 她就是一个 飙飙尊准的一个农家妇女 而且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给她做很多家里面的家务事 包括那时候有公的牧場也去治愚 你包括逢的设计也会做 众众的家务师就是 她就是一直在忙这些事情 所以她重点就是说 她把那个重心都放在我三个小孩心上 妈妈 她就说如果 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个小孩 她带这个家庭就带不下去了 而且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因为前面阿嬷嘛 然后妈妈 然后再就调歌 刚好三个人 三个人去世的时间 在戏里面那个时程 不会离很远 我记得那时候在写这一段落戏的时候 其实我键盘上也掉了满多眼泪 就采访 因为在看 在从前看采访稿听 在录音 都是被他们兄弟的那种 那种情感感动的 而且我要有那么多情景 请您也跟我们分享看看说 当时候丁知道说妈妈 他其实有跟你们提过说 也是因为你们三个兄弟 让他可以很勇敢地在这个家 然后任劳任怨做任何事情 你在妈妈离开 请跟妈妈说什么 因为妈妈要离开的时候 他对我们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说 还没有成家 他也是说要去找一个 如果对上的时候 如果选成家 因为他也是觉得 你跟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又没有人能照顾 他又没有人能照顾 所以他做事大人 他又到他最临终的时候 最放不下 才是自己的子女 所以他其实担心的是你的终身大事 对 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您在找对象的时候 有没有谨记着妈妈的期盼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立育师姐成为您选择的一个条件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在选择的对象 说真的 观念啦 观念都是觉得我喜欢的话就好 对方女孩子如果大家能够配合得来的话就好 刚好那一天在 那天刚刚在分母营养岛 那就是对方的那个女孩子 他妈妈比较痛 告诉我 那女孩子你怎么知道 他在问他女孩现在人在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 刚好是我表嫂 刚刚在那里听到 听到我要跟他一起分手 他说 你放心 我介绍我们堂妹给你 但是一切的因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而且呢 冥冥之中也许就是 有妈妈的样子的 对不对 因为人都是这样 最后都会去觉得说 自己最喜欢的父亲 最喜欢的母亲 其实找的另一半 大概都有那样子的一个模子 对不对 为家里 为自己的先生是如此的付出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人家说姻缘天注定 我们的育良师兄后续会如何去把握 我们就往下看下去了 请大家明天秩序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今天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